方同地政總署在大嶼山檢獲了多架懷疑走私快艇 和全新引擎 市值合共大約1300萬 鳳梓健報導 接近40艘懷疑非法改裝的快艇 和8部全新的大馬力引擎 放置在東涌的牛窯村 海關說部分快艇沒有牌照 懷疑有人利用快艇走私 正是嘗試聯絡牌照的持有人 走私分子一直都有利用大嶼山進行走私的活動 他們會利用大嶼山很多的海岸線 這些外面較為偏僻的地方 去擺放一些懷疑用來走私的快艇 甚至會利用這些偏僻的地方 去用作維修或者去改裝這些懷疑走私快艇 擺放快艇的地段屬於政府土地 地政總署在快艇貼上通知 地政總署說這些非法快艇和引擎 涉嫌霸佔政府用地將會被充公 工作人員之後調走快艇 警方說會調查快艇和引擎 是經由陸路或者水路運到牛窯村 這些快艇很多都是裝了有兩匹兩部以上的園內機 而這些園內機有些有300匹400匹 當它們在海上航行的時候 航速可以超過50海里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當到這些快艇在海上航行 特別在晚上的時候 對海上的使用者和特別執法的部門 會構成極大的危險 警方說不敗罪有三合會參與 行動中暫時未有人被捕 有線電視記者馮子劍報導